我們今天要介紹伴藏門一日遊 我們現在在第一站壓上 你看有Skytree 現在要買車票 很好吃實惠的車票 然後這邊是Skytree 有很多逛街跟吃東西的雞花 可以帶著小朋友來這裡玩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Unlimited Cafe 來喝個咖啡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過往的這一區要往下一站出發囉 Yay 我們現在到了水天宮前站 要在這裡逛夏丁 我們現在到了水天宮 這邊是求安禪啊 小朋友健康的寺廟 你看後面有很多飲料車 這裡帶有很多排隊美食 像身後這個親子丼飯 也有一些有夏天風景的洋食店 這邊是乾酒恆丁 有很多充滿日式風味的小店 這個叫做豆腐皮 它日文叫什麼 它叫做野菜港 就是一大塊的豆腐 有豆腐的概念 你看這個鯛魚多漂亮 大家看製作過程都知道啊 剛剛那個老闆家 非常非常多的紅豆在這個石 鯛魚裡面 你看 我們現在要去三月前站囉 我們現在到了三月前 跟剛剛夏丁的氣氛不太一樣 然後在我身後的是日本第一家百貨公司 日本第一家百貨公司 日本第一家百貨公司 這邊是Koredojiji的很多創業百貨商店 還有有質感的餐廳喔 這蛋包飯的醬汁啊 有點像我們吃到的那種紅酒燉牛肉 還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下飯 這邊有一家很好吃的炸地瓜條 叫做玉屋金次郎 來吃吃看吧 你看這個形狀 很不錯齁 而且它外表就裹了一層糖衣 哇 它這個真的超好吃 它那個糖衣的甜度真的是剛剛好 然後裡面那個澱粉能化在你口中 就覺得很爽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從押上開始呢 雖然澀谷勉強座也是第一站 但是澀谷店比較晚不關 所以我們從押上開始走 這樣一天的行程比較順喔 我們現在到了山寶丁 要來吃咖哩囉 在我身邊有很多昭和時代的咖啡店 都非常有名 很多當地人都會來這裡 我們現在來到鳳龍堂 要來吃咖哩 我們現在來到鳳龍堂 要來吃咖哩 經過久這邊有很多咖哩店 也有很多古書店 也有很多古書店 我們現在到了九段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千鳥之約 可以在這裡划船 這邊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時候 也是賞鷹的最佳景點喔 好了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青山異丁木 外院前 然後這裡可以散步跟喝咖啡 這邊到秋冬交替的時候 銀杏真的很漂亮 在我身後是紐約的 Shake Shack 外面那個反紅色的貨車是什麼東西 它是日本的知名節目 戀愛巴士 我們來到了聚集各大名牌的表餐道 我們現在來到表餐道的小秘境 Commune Second 這裡有很多小小的餐廳 這裡依照不同的季節 會有不同的擺設 現在是春天 就是櫻花 我這邊還有提供給客人做的地方 可以跟著三五好友來這邊吃東西休息喔 表餐道後面除了各大國際品牌 還有像這樣子很漂亮的小店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社福站 然後這裡有很多餐廳跟公家地方 在社福這邊有很多街頭表演 在社福這邊有很多街頭表演 我的快 這邊有比較多評價年輕人喜歡的品牌 藥妝店啦 還有餐廳 一定都是很漂亮的 人家在家賣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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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車子賣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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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哥這這邊有一家很大家的東京Hotel 而且是二十四小時的喔 我們現在來吃35段屋 是一家適合外國來吃的日式居酒屋 這家餐廳還有英文的菜單 今天伴藏門限日遊到澀谷做一個結尾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了解這條線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我是Colin 我們下次再見